若望末世录 第十九章 这些事以后,我听见天上仿佛有一大伙人群发出的大声音说 亚类如亚!胜利、光荣和能力 已归于我们的天主,因为他的判断是正确而正义的! 他惩罚了那曾以自己的情人,败坏了下地的大淫妇 并给被他所杀的仆人报了仇 他们又重复说 亚类如亚! 他的烟向上直冒,至于无穷之势 于是,那二十四位长老和那四个活物 便俯伏朝拜那坐在宝座上的天主,说 阿们,亚类如亚! 遂有声音,由宝座那里发出说 天主的众仆人,凡敬畏他的无论大小,请赞美我们的天主吧! 我听见仿佛有一大伙人群的声音 就如大水的响声,又如巨雷的响声,说 让我们欢乐鼓舞,将光荣归于他吧! 因为羔羊的婚姬埋进了,他的新娘也准备好了! 天主又赏赐他,穿上了花脸而结白的细麻衣 这细麻衣,就是圣徒们的异形 有位天使给我说 你写下,被照赴羔羊婚宴的人,是有福的 他又给我说 这都是天主真实的话 我就俯伏在他脚前,要朝拜他 他给我说 万不要这样做 我只是你和你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们的同仆 你只该朝拜天主 因为预言之神,就是为耶稣作证 随后,我看见天开了 见有一匹白马 骑马的那位,称为忠信和真实者 他凭正义去审判,去作战 他的眼睛有如火焰 他头上带着许多冠冕 还有写的一个名号 除他自己外,谁也不认识 他身披一件染过血的衣服 他的名字叫做天主的圣言 天上的军队也乘着白马 穿着洁白的细马衣跟随着他 从他口中射出一把利剑 用来打败义民 他要用铁杖统治他们 并践踏那充满全能天主愤怒的炸酒池 在衣服上,即在盖他大腿的衣服上写着 万王之王,万族之主的名号 我又看见一位天使 站在太阳上 大声向一切飞翔与天空的飞鸟喊说 请你们来一起赴天主的大宴席 前来吃猎王的肉 猪将帅的肉 众勇士的肉 骏马和骑马者的肉 并一切自主的或为奴的 以及大小人民的肉 我也看见那兽 地上的君王和他们的军队都聚在一起 要与骑马的那位和他的军队作战 可是那兽被捉住了 在他面前行过奇迹 并借这些奇迹欺骗了那些 接受那兽的印号 和朝拜寿相的那位假先知 也和他一起被捉住了 他们两个活活地被扔到 那用硫磺燃烧的火坑里去了 其余的人 也被骑马者口中所射出的箭杀死了 所有的飞鸟都吃饱了 他们的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